蹲在地上打玻璃珠 剝起耳朵来吃饱米香 这是很多人的古早会议 大二节文化基金会在二节王宫庙举办了 《带走我的故事》地方记忆特展 展出了近百件50年代的文物 欢迎大家来这里参观 把社区的故事分享出去 大二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电宏 带领贵宾们一起来击鼓 宣布带着走我们的故事的地方记忆特展 在二节庄生活文化馆正式开展 透过博物馆故事箱结合展示 希望把在地的故事传承下去 我想当日建国基金会和我们公共园 共团队我们要把传统文化 跟我们地方的故事 英文和民团的一个综织和目标 如果当初八十六年 我们如果大家都用很平庸的这个想法 起床庙就跳鼓楼 我希望这个可以让大二节地区 记忆的重心应该是没了 所以要把当初八十年建设刷廟这些人 帮我多了 这些人没有太多了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么多人 其实去到地区 也跟去到地区不同 前身是旧的二节王宫庙的 二节庄生活文化馆是社区共同的记忆建筑 而当初是在地人士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 所以大二节文化基金会这次特别举办特展 取名为 就是希望参观的民众可以把社区的故事分享出去 让故事箱成为带着走的展示 其实早期的生活记忆是凝聚社区情感 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严肃 那因为这些记忆不断在流失当中 那我们缺乏了一种所谓的生活的共同记忆 也缺乏了一个所谓的共同的话题 那缺乏这些共同记忆之后 人跟人就疏远了 那包括我们重新做过这个特展的计划 那能够把这些记忆找回来 那也是把人找回来 那我们除了在这边作为一个特展的计划之外 那我们今年特别用故事箱的概念 所以故事箱它是可以带着故事到学校 到社区的各个角落 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往的这些生活的经验 也让这些逐渐消失的社区的生活的印记 能够重新在民众的心目中 心里能够重新找回来 来到二节庄生活文化馆 地方机特展将带着大家重回民国武林年代 现场不仅可以看到近百件社区民众搜集的文物 还可以体验打蛋猪吃饱咪胖 而展出时间到明年底 大二节文化基金会欢迎大家一同来回味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